好,那么我们就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 第课程计划 我们现在实现搜索功能了 手页也实现了 然后商品类目展示也实现了 然后是 我把这个存一下 第九天 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做什么了 你应该是你搜索完结果的时候 你接下来你是不是要看商品详细信息了 是吧 一般都是这个流程是吧 接下来我们要今天要做的就是商品详情页面的展示 商品详情页面的展示 这个是我们就是点击这个链接 把这个商品详情页面展示出来 然后这里面我们有两种方式 可以是伪静态化是吧 伪静态化 什么叫伪静态化 假的是吧 就是使用什么 我们现在是不是只要是你能够展示出什么 你访问什么什么点啊这天码 什么貌似就访问了一个静态页面是吧 但实际上是不是也是动态生成的 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是这种 其实就是使用GISP是吧 其实也是动态展示是吧 使用GISP动态展示 这是一种方式 那么伪静态化 在一般你这个访问量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的 伪静态化 那么如果访问量变大的时候 访问量越来越大 你这个每次都查询数据库是不是会对数据库造成很大压力 那么还得怎么样 你得添加缓存是不是 添加缓存 添加缓存还得使用Redis是吧 使用Redis做缓存 那么这是我们一种方案 使用伪静态化再加缓存的方案 这种你也可以实现 其实一两千的并发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是吧 那么如果你防御量是随着你的业务越来越多是吧 那么防御量是越来越大 那么这时候 你这个伪静态化再加缓存是不是有可能也就支撑不住了 那么我们今天再讲另外一种方案 就是纯静态化是吧 真正的静态化 网页静态化 我们讲一个free marker是吧 free marker 这东西听着过吗 听过是吧 学过吗 没学过是吧 那好 那么我们就学一学free marker 然后生成网页再加上nginx 它来展示网页是吧 它是来生成页面 它是来展示页面的 啊 我们是讲这个啊 这种方式 好 那么这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计划啊